紧接着由花莲市民代表胡仁顺 针对水泥窑袋梢垃圾场以及左昌公园规划 和香榭大道带来的烟水问题进行质询 紧接着由市民代表胡仁顺 针对花莲市垃圾负担日趋严重 花莲县府提出的水泥窑袋梢垃圾场建制 期盼施工所能督促县府加紧脚步不要跳票 另外还有左昌公园的规划 以及香榭大道带来的烟水问题等 都期盼施工所和县府能持续沟通 改善花莲人民的生活品质 在花莲县政府在前年来允诺 在今年两年后的今天 能够完全处理花莲市垃圾的问题 不过目前已经跳票 那大大的影响到美轮地区的民众的生活 以及环境的污染 尤其在东北季风强大的时候更是恶臭 虽然能够大大的减低垃圾恶臭的问题 不过实质上还是影响到我们民众的居住品质 那目前花莲县政府允诺在明年六月能够完成焚烧的作业 不过目前这个时程遥遥无期 也没有办法实际的能够给予承诺 那在花莲市公所的部分也希望能够有复案 能够在明年万不一垃圾无法解决的状况下 我们是不是能够处理好垃圾这个问题 那也有带我们花莲县政府具体的提出承诺 甚至要提出备案 那再往后这个垃圾问题才能够实际的解决 即便魏夏浅市长在今年即将卸任花莲市的市长 不过本席也在这里强调 希望我们公所团队不要因此而松懈 持续的来跟中央提出计划 争取我们花东基金的益助 持续的做我们左舱公墓 B区及序区的这个作业 尤其花莲县政府每年编列 自编预算来施作花莲市的香蟹大道 不过目前花莲市的香蟹大道虽然完成 不过还是产生非常多淹水的问题 那我在这里也强烈的呼吁花莲县政府 应该即刻的解决花莲市沟载尾淹水的问题 不只是争取自洪池 更要在我们各个排泄的管线 找到找到方法能够好好的解决淹水的问题 解决民众疾苦